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5月7日的粵語新聞節目 我是胡凱文 先和大家說說今天的新聞提搖 中共黨校前教授蔡霞 批評河南有官員 以無以紅軍長征的情況來宣傳建黨100週年 是宣揚暴力 因為《國安法》而被還押的香港民主黨前主席胡志偉 盡最後努力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衛附奔喪 最後一刻終於獲批 流亡台灣的香港人踴躍入場看理大圍城等 在香港被禁的紀錄片 詳細的新聞內容 因為47人初選案被還押的民主黨前主席胡志偉 早前向懲教署申請 在星期五外出衛附奔喪 但遭到拒絕 他在星期五早上盡最後努力 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 最終獲批在晚上可以趕去鑽石山殯儀館進校 胡志偉和太太感謝市民的關心和支持 民主黨代表見記者的時候重申 胡志偉獲批奔喪是基本人權 前立法會議員邵家俊就斥責 奔喪籌權由法庭保障系倒退 由李哲智、劉兆豐、陳潤蘭報道 身為獨子的胡志偉 在喪禮當日早上和高等法院申請保釋 由國安法指定法官道立兵處理 道官在聽完申請之後 基於人道理由 同意容許胡志偉短暫保釋外出奔喪 但須遵守特定的條件 包括喪禮須在私人的場合舉行 只是容許家人參與 不准和其他無關的人聯絡 並且不披露有關的時間和路線等 協助胡志偉奔喪時的民主黨區議員莫建成就說 胡志偉和他的家人都非常感謝市民關心 胡志偉的父親 胡潮壽先生在4月13日離世 享年92歲 為體奉兒鑽石山殯儀館治喪 周五晚上以道教形式設靈 端日舉行大臉和出殯 在鑽石山火葬牆火化 胡太 借胡志偉的Facebook專頁重申 喪禮是開放給家人、親友、街坊好友前來調宴 再次感謝大家的關心 到下午 有不少民主派的領袖陸續到場 包括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 觀塘區議會主席蔡澤雄等 有吊宴的人士說 喪禮氣氛莊嚴、家屬平靜 不少民主派的領袖獻賞花圈 包括劉慧卿、前立法會議員葉建源、陳淑莊等 胡志偉因為涉及多宗案件而被還押 錯過見父親最後一面 早前向懲教署申請外出為父奔喪 但遭到拒絕 只是獲准以視像形式賓喪 由職員拍攝尖養為用 處方的做法惹來民間猛烈批評 胡志偉也拒絕 表示安排對父親不敬 關注籌權問題的石牆花創辦人 邵家俊週五接受訪問時說 法官批准胡志偉外出賓喪 對很多香港人來說都是鬆一口氣 同時反映懲教署的決定不近人情 形容是籌權倒退 法庭的一個做法其實也是變相說明 懲教署那個決定是幾個不近人情 懲教署變成是法庭攬了一件事 將其他風險攬了上身 但其實逃獄風險很低 胡志偉是怎會逃獄呢 逃到去哪兒呢 懲教署過分憂慮 或者真的可能是政治行先 多過是一個人道行先 那至於在籌權上來說 如果籌權是要由法庭去倒帳的話 這個一定是一個倒退 即籌權應該是在監獄裏面得到尊重 就不是要透過監獄不尊重你 那你自己就唯有繞過監獄走上法庭 但你知道走上法庭之路 是猶疑每個人都可以走到的路 邵家俊批評 懲教署強調對犯人一視同仁只是口號 實質上對政治犯的待遇嚴苛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陳潤南報導 本台確認香港公共圖書館的藏書之中 大陸作家如傑的《悲賤的中國人》 和《納水中國》 流亡作家廖亦武的這個帝國必須分裂 以及香港大學學院所住的《香港民族論》等等 多本圖書已經在香港公共圖書館的目錄中 被404 香港時間星期六凌晨 本台記者進入香港公共圖書館公開網絡 搜尋多本所謂的禁書 結果都顯示沒有符合的檢索結果 也就是坊間通俗的說法 這些書被404 香港科文署回覆網媒立場時表示 確認已經暫停這9本書籍的服務 並且指隨著《國安法》的立法 圖書館需要確保圖書館藏 遵守有關的法例規定 這些被下架的所謂禁書 分別包括中國作家如傑的《悲賤的中國人》 和《納水中國》 大陸流亡作家廖亦武所住的這個帝國必須分裂 港大學院所住的《香港民族論》 香港前立法會議員何俊仁的《我向霸權宣戰》 前立法會議員陳淑莊的《陳淑莊敏感地帶》 網媒政論人士林康正的《香港公民抗爭運動史》 挫敗的30年否釋 《香港公民抗爭運動史2》 《中港對決》和激進《香港進步民主運動史》 在去年7月 港府引用《港區國安法》 已經將黃之鋒、陳淑莊等多本著作下架 中共要大肆宣傳今年7月的《建黨百周年紀念》 因此臨臨種種的宣傳活動在全國各地應運而生 但其中不乏低質素和洗腦的材料 中共黨校前教授蔡霞 在推特炮轟河南省地方官員 揮武大刀長茅、無以紅軍長征 是宣傳中共的暴力 視頻人認為習近平正是帶領整個中國 重回危險的毛澤東時代 有五億通 請問報導 中共當局在建黨百年紀念日前夕 正發起一系列黨史教育活動 各級政府、機構甚至宗教團體 正向當局表忠 曾經因為批評習近平專制而被開除黨籍 目前生活在美國的中共中央黨校前教授蔡霞 星期四上傳一段顯示河南省 南陽市旅遊局黨組書記 局長鄭文明 帶領屬下官員和群眾代表 模仿紅軍長征的影片 影片所見 現場點燃火光製造出戰場氣氛 大刀長茅在廢武 扮演中共紅軍的演員 對十多名國民黨軍人的扮演者拳打腳踢 其後紅軍的扮演者揮舞紅旗慶祝勝利 蔡霞炮轟地方官員以放棠方式宣揚中共歷史 顯示出中共嗜好暴力 以恐怖手段來維持它的統治 亦以謊言來蒙騙公眾 蔡霞認為這種亂象 亦曝光中共在文明時代背景下 正退化返回暴力革命本質 本台記者打通河南南洋旅遊局的電話 工作人員迴避記者的提問 因為在八九賀運期間 支持學生而被迫流亡法國的 四通公司創始人萬潤嵐向本台表示 透過中共建黨百年紀念前 各種黨史學習活動 可以看到習近平正在加緊訴訟 並將整個社會帶回毛澤東的暴力時代 而各級政府對上頭其所好 凡生的亂象顯出沒勢之笑 目前居住在紐約的資深媒體人程益中 應同蔡霞的批評 因為習近平正引領整個國家 退回階級鬥爭時代 如同文革一樣 各級官員根本不敢反抗 有網友認為 河南地方官員 純粹是為了迎合習近平的 惡族癖好 在對民眾進行仇恨教育 而這些官員 只有最安全的時候才大意想言 只有免費的時候才慷慨激昂 但是官媒就作出正面報導 聲稱河南當局策劃了 紅25軍長征的體驗行 沉浸式體驗有活動 並且在現中共戰爭場面 活動全程4.5公里 全部人員穿上紅軍服 走紅軍路唱紅軍歌 吃紅軍餐 一路情景演出 報導當中特別強調 國民黨軍隊是敵軍 今年是中共建黨百周年 近日中共推出2021版 《中國共產黨簡史》 在習近平的主導下 將中共歷史黑點塗抹 並加入習近平上位之後的內容 打造他的個人光環 中共當局也展開包括 黨史教育在內的宣傳活動 黨史教育甚至已經進入小學課堂和佛教界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台港會和國際紀錄片影展 合辦包場活動 播放剛剛獲華人紀錄片獎 並且被香港禁播的理大圍城 和佔領立法會 戲院再次全場爆滿 至少八成人是香港人 香港紀錄片工作者指 當初做紀錄片 只是想將這種感受傳遞給觀眾 沒有想過會在香港引起波浪和被打壓 講完之後獲全場觀眾拍掌鼓勵 他們期望終有一天 能夠在現場安全感 和大家再一起觀看 有文海恩在台北報導 台灣香港協會 和國際紀錄片影展星期五合作 在台北新光影城 爆場播放理大圍城 以及佔領立法會 這兩部在香港禁播的紀錄片 戲院全場爆滿 共約三百名在台港人 和台灣人參與 台港會說 特意籌辦放影會的初衷 是我們站在台灣 香港人播不到的 我們播 香港被迫禁聲 我們就發聲 紀錄片剛剛落幕 現場就有香港人高呼光時等口號 香港人加油 其後製作團隊 香港紀錄片工作者 和現場觀眾透過語音 進行連線對談 不過因為人身安全問題 製作團隊沒有透露明清 聲音也經過處理 其中一名製作人益術 佔領立法會當日 他被現場抗爭者的意志感動 因此想作紀錄 當初沒有想到 紀錄片會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 他希望終有一天 能夠在現場 和大家安全地 題目兩套紀錄片 在理工時連把他做成騙子 也沒有想過 其實整個運動 我們只是抱著一種 我們不能不出現在現場 而我們出現在現場 因我們個人的種種考慮 也只能打攝影機 所以拍的時候其實是很單純的 後來這種情緒 在運動結束以後 就是離大之後也一直很影響我們 所以才想把它梳理 把它做一個騙子 就是想把這種感受 傳遞給觀眾 沒有想到這兩個騙子 會引起在香港 有一些波浪 還有一些打壓 加油 第一次看兩套紀錄片的 在台港新neo就對本台指 因為離大圍城和佔領立法會 在香港不能上映 自己現在在台灣唯一可以做的事 就是支持這些紀錄片 和新聞紀錄的工作 剛才製作人都說過 香港人不能看這套東西 台灣的大家可以看這套東西 我覺得未來我們香港的新聞自由 甚至可能言論自由 歷史這些都一一可能會被改寫 我覺得作為一個可能叫經歷者 作為一個香港人 我們可以做到的事就是紀錄 告訴下一代 所以我覺得我們香港人 這一刻在一個後抗爭的時段 我們可以做到的事就是可以紀錄 和教育我們的下一代 將這件事繼續說下去 否則就會好像八九六四 就可以看到中國大陸現在 不會有這件事所紀錄 他還說來到台灣之後 更加覺得無力 每天看到抗爭者被判監 新聞界、教育界面對打擊 令到他非常自責 直言香港人受難 但自己就在台灣 不知道在做什麼 目前只能在文宣上繼續出力 要求匿名的流亡港人 阿卡就對本台指 當初自己和香港這一個家 一起經歷佔領立法會 和理大圍城事件 看紀錄片是要提醒 不要忘記自己是哪一個 無論去到哪一個角落 都是香港人 台灣大學生林同學接受本台訪問時就說 之前有大約了解反送中事件 但就不深入認識 所以特地和香港朋友 前來觀賞影片 希望了解抗爭者當時的心理矛盾 這樣講可能有點不太好意思 但是其實從去年在新聞上看到 我會有一種不能理解 為什麼香港的朋友他們會有這些 可能看起來比較不理性的行為 但是之前有一個老師問我說 覺得去從事抗爭行為是理性還是非理性 我一開始直覺當然是覺得是不理性的 但是從今天的影像紀錄 還有老師那時候的談論 就我覺得其實是理性 因為一定沒有人想要陷入到這種很不舒服 或者是很容易受傷的情況 但是他們還是去選擇這樣的作為 第十二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星期四亦都公佈 兩套紀錄片在十八部入圍作品當中脫穎而出 同和今年華人紀錄片獎首獎 評審團說感謝製作團隊 令他們知道電影如何在載滯和監控 已經氾濫成災的世界 即時回應政治時局 召喚社會良知 建構集體意識 香港紀錄片工作者發表得獎感言時就說 影片的意義不僅是見證 希望透過回望過去 能夠更加認識和理解 他們是一個怎樣的共同體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文學音台北報導 過去三十年 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的六四晚會 是華人社會最大型 人數最多 維持時間最長的六四紀念活動 也是香港民主自由的史金石 不過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 區議員岑奧暉 袁家衛 和梁凱晴 因為參與去年的六四晚會 而被控參與美經批准集結 星期四被判刑4至10個月 成為香港首宗 因為參與六四集會 而被定罪判刑的個案 正式與中國接軌 事件引來國際關注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在星期五在Twitter發文 指美國會與香港人同行 反對抗爭者 因為參與六四悼念而被判刑 他強調所有和平行使受保障自由權利的人 都應該立即獲得釋放 維吾爾族人齊亞烏敦 星期四向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作證 詳細講述 他與其他婦女 在中國集中營中受到的遭遇 齊亞烏敦說 有一天 他見到一位前監倉的室友 他雖然倖存下來 但他的內心已死 完全被強姦殺死 聯合國的專家和人權組織說 自2017年以來 中國已經拘留了 中國新疆超過100萬個維吾爾人 和其他少數民族 據報導 這些拘留行動涉及酷刑 強迫失蹤 強迫勞動 性暴力 和其他虐待的行為 幾個月以來 中國一直在反擊全球對其新疆政策的批評 中國外交部和新疆政府的官員表示 必須採取措施 對抗國外的反華勢力的謊言和誹謗 中國否認新疆有任何侵犯人權的行為 並且說其營地只是提供職業培訓 是打擊極端主義所必須的措施 法國參議院在星期四 以壓倒性的票數通過決議案 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工作 這次是繼七大工業國集團G7的外長會議 公佈支持台灣參與WHO和WHA之後 法國議會再表態對台灣支持 在台灣 總統蔡英文和外交部分別發文感謝 並指出事件反映台灣抗疫工作 和經濟發展受到肯定 由鍾廣正在台北報導 法國參議院是以304票贊成 令票反對19票棄權的壓倒性票數 決意通過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 台灣的蔡英文總統隨即在社交網站發文 感謝法國參議院的一致支持 台灣亦期待與法國 以及更多國際夥伴攜手合作 一起為世界作出貢獻 外交部發言歐江安表示 在法國參議院通過支持台灣的決議後 法國外交部國務員 以官方身份當場重申 法國政府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一貫立場 我們對於法國參議院首度的 以通過決議的方式 來表達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事務的堅定的支持 還有法國政府重申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社會的立場 外交部表達高度的歡迎跟誠摯的感謝 歐江安認為法國參議院首度以決議方式 通過台灣參與國際事務 也反映台灣的抗疫工作受到認同 決議也肯定台灣在防疫以及經濟發展方面的成功經驗 他們認為台灣遭受國際組織排除在外的狀況 正危害了國際社會的利益 也讚揚法國的外長戴勒朗 Jean-Visele-Lepayon 在2020年的時候多次的 在法國參議院的外交委員會重申 法國政府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立場 他們也支持法國政府要持續的 採取具體的行動協助台灣 歐江安表示 台法近年在經貿、科技、能源及創新等領域的密切合作 建構雙方密切及互相信賴的夥伴關係 外交部不僅歡迎法國的支持 也將繼續與理念相近國家攜手合作 持續深化雙邊合作關係 不斷具體實踐台灣可以幫忙 全世界也應該讓台灣幫忙的共好目標 恆治院長蘇貞昌回應傳媒提問的時候表示 很感謝法國的支持 希望台灣在防疫和經濟方面 能夠為世界作出更多貢獻 台灣在蔡總統領導下 我們不斷懷疑成功經濟表現良好 而且我們各方面 包括人權指標、新聞自由種種 多數世界肯定 台灣也越來越被世界重視 所以我們很高興國外、外國都一直肯定台灣 並且呼籲讓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國際社會、國際會議 我們都很感謝也會更努力 希望世界都能夠讓台灣就所做的成績 提出貢獻讓世界更好 總統府發言人張敦涵表示 政府誠致感謝法國行政和立法部門 多次表達堅定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的立場 台灣會持續貢獻國際社會良善 而且正面的力量 今次的決議是由法國參議院友台小組主席李燦 以及副主席葛李歐在3月27日所發起 以及獲得30位參議員連署提出 之後更獲得參議院各黨團的一致支持 內容是鼓勵法國政府以持續具體作為 支持台灣參加世界衛生大會 國際民航組織、國際刑警組織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自由亞洲電台中廣正台北報導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星期四表示 目前還未有計劃 擊落預計將會在今週末 重返大氣層的大型中國火箭的殘骸 長征5B火箭在4月29日 由中國海南島民昌航天發射場發射升空 該火箭負責運載太空站組件 天和號核心艙 該艙將會成為中國永久性太空站 上面3個機組人員的居所 發射和天號核心艙 是完成該站所需的11個任務之中的第一個 和天號核心艙 和長征5B火箭分離後 該運載火箭有一截重達21噸的核心火箭段 出現失控滾動翻轉的情況 根據美國軍方用來追蹤太空物件的地面雷達顯示 這個殘骸長大約30公尺 被命名為2021-035B 奧斯丁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希望火箭能降落在海洋 最新估計它是在星期六至星期日之間降落 奧斯丁又說 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沒有計劃將火箭擊落 中共官媒《人民日報》旗下環球時報的報導說 長征火箭失控 可能造成損害的報導是西方炒作 報導引述業內人士說 這種情況不值得大驚小怪 中國駐土耳其大使館 近日與土耳其教育部 合辦了一個以土耳其中學生為對象 題為《我想像的中國》的繪畫比賽 原意是想慶祝中土建交50周年 有網民將比賽公告貼上社交平台 hashtag 我想像中的中國 很快就成為了日本主題的標籤 不少推特用戶紛紛上傳為吳爾人 受到迫害的圖片抗議 當中甚至包括土耳其前總理達夫·托角魯 由方德浩 文海恩報導 台灣中央社報導 這些繪畫創作內容 包括新疆集中營 鐵幕下 坐在地上 一群藍色衣服的男子 慎穿繪有五星其紅袍的成人 用手掩著扎著邊的 維吾爾女子的口鼻 染血男底星月奇血跡中 繪有五星 家中大人 全部被關入集中營的男子 還去參賽 大聲地說 讓那些不想看到的人聽得見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文海恩報導 北京持續出台 康例壓止房地產市場炒風 近年來 民營地產商 因為融資困難 而紛紛退市 但是國企就乘虛而入 在全國圈地囤積 令到很多大城市房價 依然是高企 影響所及 住房難的現象 不斷惡化 有翹龍請問報導 中子研究院 日前發布了今年首季 國內房企投地面積 和買地金額的100強排行榜 顯示買地金額前10強企業當中 只有融創和賓江兩家房企 是純民營企業 而投地面積前10強的房企當中 只有萬達、融創、碧桂園 和新城控股 這4家民企 佔比也都不到一半 買地能力強的 都是國資房企 上海房地產業界人士張陽 星期五接受本台採訪時說 政府認為民營企業資產的負債率過高 於是嚴格審核民企貸款申請 限制了民企、地產商買地 目前國內房企先受排行榜 前10名仍以民營房企為主 但張陽認為國企受到政府保護 銀行也對國企貸款大開方便支援 按照目前投地規模判斷 未來排行榜的格局 必然會有翻天覆地的變化 民企老闆感覺經營困難 有人將資產轉移到國外 但張陽指出 相當多人被攔在國門內 沒辦法出國 中共十八大之後 當局多次強調要提升私營經濟的地位 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 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 公平參與市場競爭 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但事實並非如官方文件所說 湖北網絡作家劉文圖對本臺說 中共所有文件或法規 面對權力的時候簡直不堪一擊 微信公眾號《拓展老狗》發文聲稱 土地儲備是直接決定房企發展潛力的因素 在新的融資和調控政策下 央企的核心優勢在於資金實力 體現在融資能力和融資成本上的長處 其他類型房企無人能及 文章寫道 大型央企的融資成本 一般能夠比民企低2-3個點 甚至更多 即使是央企的一些新成立的項目公司 在機構評級裡面也能夠做到A級以上 民企50強的母公司 很多都達不到A級 那背後的巨大差距 是央企背後強大的國家資產作為信用背書 今年前3個月 中國房地產企業投地金額和面積前100名統計顯示 排名第一的是國有控股企業陸地中國 投地金額達到人民幣328億元 其次是國企保利發展有269億元 排名第三的是廈門市政府的建法房產 投地金額達到239億元 第四是蛇口招商 買地金額也超過200億元 減於目前的政治形勢 中國不少民營企業不得不和國企合作 謀求繼續生存 輿論認為選擇和國企合作的生存方式 民企規模只會繼續萎縮 最後淪為國企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澳大利亞傳媒SBS中文網在星期四報導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出席香港駐色尼經貿辦舉辦的網上研討會時 被問國際媒體報導有不少香港人開始離開香港 移民去到其他地方會否擔心人才流失 SBS中文網的報導指 林鄭月娥形容有關的港人移民的報導誇大失實 有笑言所有離開的都是逃犯我們不在乎 香港網媒《852郵報》引述相關報導 林鄭月娥的移民逃犯論即時引來批評 指林鄭月娥的說法相當於側面引證香港是一個大監獄 所有人都是罪犯 離開的人就是逃犯 不過《852郵報》其後更新報導 表示特首辦主動聯絡澄清 說林鄭月娥當時提及逃犯 是清楚表明了指香港干犯罪行 而逃離香港免受刑責的人 並非指因為其他原因而離開香港的人士 本台在星期五登入香港駐色尼經貿辦的官網 未能找到相關網絡研討會的片段 官方新聞稿也沒有提及移民問題 和有關逃犯的言論 更多詳細的新聞和評論 請到本台粵語組的官網和社交媒體 收聽收看 多謝